大家好 关于视频压缩这个话题 这是第三个视频 之前和大家分享了 在几乎不影响画质的情况下 将视频文件的尺寸砍掉了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只需要三分之一的容量 却能保留90%以上的画质 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这一集再和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也很有意义的事 通常视频压缩这件事耗时很长 因为压缩过程很漫长 在压缩过程中 电脑的中央处理器CPU几乎是满载的 长时间的压缩对CPU和CPU的散热器 绝对是一个考验 更重要的是它会耗掉我们很多时间 我在压缩这14个视频的时候速度特别快 用的时间很少 而且压缩期间CPU不会满载 不用担心CPU过热问题 没错 我用的就是台式机 系统是Win10 视频压缩这种苦力活就不要交给苹果的笔记本电脑了 用着心疼 我这个台式机的显卡用的是NVIDIA的GTX1060 在整个压缩过程中 显卡的GPU的占用率一直保持99% 这说明在压缩转码期间充分利用了显卡资源 这下我的GTX1060显卡不仅能玩游戏 还可以做点正经事 用显卡压缩视频 它的速度和效率比CPU要高得多 但是不是所有的软件都支持显卡压缩 也不是所有的显卡都支持 我用的这个显卡 显卡硬件是支持NVENC编码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软件都支持NVENC编码 我估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软件会支持显卡转码 而且支持的程度会越来越成熟 以Adobe的PR软件为例 目前PR最新版本是14.2 这是2020年5月发布的一个新版本 从这个版本开始 PR在导出视频的时候可以使用NVENC编码 使用之后 导出的速度比之前CPU编码快了很多倍 Adobe的PR可算是非常知名的软件了 没想到它到2020年的5月 官方才正式支持NVENC编码 以前在导出视频的时候只能依靠CPU编码 当然了 PR也可以通过安装第三方插件 使用NVENC编码导出 但是插件毕竟是插件 还是官方原生支持更完美 还有一个软件 直播软件叫OBS 它支持NVENC编码比较早 直播采集的画面 可以用显卡的NVENC编码实时压缩 然后再推送到直播服务器上 直播的时候 我通常会设置成CBR 也就是固定码率 我通常设置的是两兆码率 这个码率不算高 这个主要与我们上网速度有关 特别是上传速度 OBS还支持录像保存功能 它可以把显示的画面保存成MP4视频 实时录像压缩也用的是NVENC编码 我一般设置成CQP 质量的CQ级别设置成20 清晰度高一些 关于OBS的设置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还有一款软件 叫Handbreak 是免费的视频转码软件 最近也开始支持NVENC编码 但是根据我的测试发现 Handbreak加NVENC 这套组合效率很差 压缩速度很慢 在转码压缩过程中 显卡GPU的占用率不满 它不能很好地利用显卡GPU 我尝试过很多视频转码软件 速度快又稳定 功能够用 官方免费又没有广告 GPU占用满 效率高的软件 我只找到了一款 这是一款国外软件 软件的官网默认语言是德语的 当然也可以切换成英语 可惜我们在国内无法访问到这个网站 也无法下载和更新 我会把这款软件放到网盘上 具体这款软件叫什么名字 如何使用 我们下集再见